萊仁,今晚本港上海出現了月傳食 是的,傳情歷時大約六個小時 到現在月食都未完 吸引了不少市民觀賞,一起看一下 天寒地凍都沒有冷卻到市民觀賞月食的慶祝 大批市民在尖沙咀星光大道觀賞月食的過程 月食晚上7時32分開始 去到8時45分出現初規的現象 月球進入地球的陰影 月亮明顯好像被咬了一口 到10時06分進入食記的階段 月球開始被地球遮住 10時32分就是食滲 月球被地球完全遮掩,呈現深紅色 10時58分生光,月光才再次出現 去到凌晨零時18分,月球回復本來的面目 到1時32分才完全離開地球的陰影 太空館在星光大道擺放了30多支望遠鏡 有小學教師帶學生一起上天文堂 今晚月傳食比較長時間 平時有時可能會有些叫做大食月出 可能它會在一路吃了一半才出來 今晚就可以看完整個過程 亦都有天文發燒友帶了自製的望遠鏡來 主鏡是自製的,還有其他工具都是用很土炮的工具來砌出來 可能有些鏡頭就要再買 今晚基本上是萬里無雲的,天氣很清朗 而你留意對岸其實基本上是很清的 因為香港很多時候天氣好的情況之下都有一些煙霞的霧霧茶茶 但是今晚又清又沒有雲,空氣污染又低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時間 市民如果錯過了今晚的月傳食的話 可能就要等到2014年10月8號 才可以再在香港看到月傳食 無線電視記者陳俊遠報導